索尼PS5会员如果只买一个月或三个月该怎么买 首先进入会员 这有一个订阅 一档二档三档三个会员 然后按L2和R2 切换一个月三个月和12个月三种会员 价格分别是 599 515 308 这都是港币一年的费用 如果我只想买基本会员一个月 先切换到右上角一个月 然后到这个基本48块钱 NX键 到这了 很多同学都懵了 看上面的问题 为什么不选12个月的会员 从这点订阅 那就是一年 今天是23年的5月21号 直接给我订了一年 扣除308港币 这是索尼诱导你去购买一年的会员 当然我们先取消 我们回到这个页面 点跳过 看价格是48港币 时间是23年的6月21号 是这么买的 然后点接受 用支付宝或者其他绑定的付款方式来付款 那如果买二档会员 买三个月该怎么买呢 首先切换到三个月 这儿 然后升级会员就是二档会员 同样他也推荐你 诱导你到一年12个月的 我还选跳过 这时候就是三个月的二档会员是215 三个月 然后点接受就可以了 那如何看这三种会员有什么区别呢 在订阅这个界面 下面有一个叫比较计划 如果是老玩家 一档会员就够了 技术会员就够了 一年200多块钱 如果是新玩家没怎么玩过的 可以买这个二档会员升级库 主要是为了他这个游戏目录 三档会员 其实跟二档会员 差不多几十块钱一年 如果不在乎这几十块钱 直接上三档更省心 性价比最高的是二档 因为老玩家二档会员送的游戏 基本上都玩过了 没什么吸引力 一档会员足以 或者不买会员也可以 可以